不是說一回到家裡,太太就給他一張單子說,你要買這個買這個買這個 不是,丈夫一回來就開始跟丈夫叨叨說,你看你的這個兒子做了什麼好事,你那個女兒做了什麼壞事 也不是一回來就開始調查丈夫,你剛去哪裡,你今天跟誰講話,你今天見到了誰,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他也不應該待在家裡,或是他回家,他也不應該找到家裡,他也不應該找到一個人,有所有蔬菜的味道 就是說,丈夫回到家裡的話,看到的這個妻子,也不是說這個,也太不希望看到這個妻子,純身上下都是蔥、蒜、蔬菜、肉的一些味道 然後就是邋遢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妻子,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空手垢面,然後衣衫就是藍驴,然後就是看就是一副黃臉火的樣子,這不是丈夫想看到的 根據阿拉在古蘭經裡面所說的,根據阿拉在古蘭經說的,男人回到家裡,他要看到的是,就是一個他在外面所看不到的一個女人 這個就是讓我們,就是告訴我們女人的另外一個職責 就是女人在外面的職責 如果你真的理解古蘭經的話,你會愛上她 阿拉有告訴我們,如果這個婦女她一定要出去的話,出門的話,那有一些規定 阿拉在這個第28章講到 千知穆薩,也就是摩西 就是摩托薩,他當初在開集那個地方,不小心把人殺死之後,他要逃走 他逃走之後,走了很久的路,然後才發現有一潭一個水源 我們仔細的聽一下 我們試著去理解一下古蘭經的解釋 他呢,坐在這個湖的旁邊 他很累,很餓,又很渴 他跟阿拉說,我很窮 然後,然後他看到兩個女孩 然後他看到兩個女孩 就是原本那邊就有很多男人 然後有兩個女孩,他們就過來 那這兩個女孩就是趕著他們的羊過來這邊 那這兩個女孩就是趕著他們的羊過來這邊 他就看了這兩個女孩說,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這邊可以得到什麼歧視 我們第一次學習是,那些女孩就不應該在這裡 這就是他會驚訝,問問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在那裡做什麼? 我們得到的第一個歧視就是,為什麼穆薩他會當初這麼驚訝 問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照理來說,在這個荒郊野外是看不到女性的 那為什麼這兩個女性感到一群羊在這裡呢? 照理說,這兩個女性他們應該在家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跟著男人在工作 那麼我們先來跟大家講說,女性要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條件才可以去工作 他們說,這兩個女性說,我們在這裡要等那些男人 那些趕他們的羊,等他們的羊喝水都喝完了 等到男人把他們的羊都趕走之後 然後這兩個女性他們才要把他們的羊趕去喝水 所以首先的第一個呢,就是女性不能跟男性有直接的接觸 所以他們說,我們要在這邊等 所以他們說,我們要在這邊等 等到那些男人的牧羊人都把羊水喝完了 他們走了之後,我們再過去 他說,我們為什麼在外面工作 因為我們的父親已經年紀很大了 所以如果他們的父親年紀沒有那麼大,還可以工作的話 這兩個女孩就不需要出來工作 如果這兩個女孩,他們還有兄弟,或者是有其他的祖婆可以照顧他們的話 他們也不用出來工作 阿拉在這同一章,古蘭經同一章裡面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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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在這同一章,古蘭經同一章,古蘭經同一章 阿拉在這附近的牧羊喝水 阿拉在這附近的牧羊中央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阿拉在這附近的牧羊中央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所以水沒有辦法繼續的流下來 阿拉在這個牧羊中央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在根據歷史上的記載說那塊石頭至少需要一百個人才才會動 但是盧薩他就是有這個力量 那我們從這邊也可以看到女性在社會上的另外一個職責 那穆薩幫他們把羊就餵好水之後呢 那這兩個女孩就趕著羊回家 那這兩個女孩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那他這兩個女孩就跟他的父親說 父親請你去屁股這個男人 就是因為他又強壯而且又很誠實 那我們這邊會得到什麼啟示 他們說拜託他們 如果他們想要有興趣 他們不會跟父親說 他們會說明天我們會再去 他這邊有的啟示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女孩子是單純愛玩的話 他可能回去不會跟他的父親說 我們去任用這個男生 而是他們可能就不跟他父親講 然後跟兩個姐妹就說 我明天再去那個湖吧 因為看到那個男生會跟他兩天 所以他們的責任是 要告訴他們父親 有一個人正確的 在外面外面 讓我們去找他 我們不應該去外面外面 所以他們看到這個男生 他就跟他的父親講說 我們如果說去任聘用這個男生的話 那我們兩個女性就不用在外面工作了 所以這些都是聘用的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現在講的就是婦女的一個職責 但是我們現在要再講一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 為什麼女性要 伊斯蘭的婦女必須要戴這個頭巾 這是阿拉的一個律法 而且這是強制一定要做的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根據《古蘭經》來講 首先要讓外面的人知道說 這個女性她是保守的 所以外面的男性看到這個女性之後 他心裡就會知道說 我不可以去跟這個女性搭訕去調戲去玩弄她 這是在我們生活當中是可以很容易就去了解到 比方說有兩個女孩子她們是朋友 一個呢她是穿著像穆斯林這樣子戴著頭巾 那麼另外一個呢她可能就穿著漏臂裝 又漏臀裝漏腿裝這樣子 那這兩個女孩一起走在這個路上 那碰到一個男生她正巧想要去找個女生來搭訕 調戲一下 那麼這個男生會跟哪一個女生搭訕呢 因為她一定會跟這個裸露的女性來搭訕 因為這個女性她是說她幾乎是一半是裸體的 也就是說她已經準備好一半要讓人家來調戲了 所以這是首先呢第一個原因就是這是要保護女性 第二點 如果整個社會的所有女性呢都穿著像穆斯林女性一樣的這樣子保守 戴著頭巾的話 那對一個丈夫來講 她所看到的女性來講 哪一個女人最美 當然是她的太太 因為她沒有在外面的女性她都看不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看到所有部分的就是她的太太 所以這也是為了要保護保障整個社會的一個福祉 先生穆爾默德說 他跟他所有的太太呢是用同樣的一個等級這樣子過生活 她的第一任太太是哈迪迦 她的第一任太太是哈迪迦 我們上次有講過她的第一任太太比她年長十五歲 然後他們兩個結婚二十五年 I think that last time I said fifteen I think that last time I said fifteen it was mistake if I said fifteen 我上次好像講十五 結婚十五年 那次講錯了 應該是二十五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as fifteen years she was older than them fifteen years and they live together twenty-five years 她的太太比她年長十五年 十五歲 那他們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 結婚二十五年 在那二十五年當中 她沒有再娶任何其他的女人 那麼她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後 她開始跟其他女性結婚 她跟任何之後的每一個妻子結婚 都是有來自阿拉的一個指示 有特別的原因 and no need to mention the reasons now I want to give more time for questions 就是我現在沒有把每一個原因都跟大家講 我想留一點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那麼就是關於今天的這個議題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men they have duties 我們要了解男人有男人的職責 and females they have duties as well 女人也有她的職責 and actually the first big thing that Islam gives to women is that women they hav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那麼Islam給婦女的最大的一個 一件